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 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 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系列报道 毛定现代化 改革再生化 今天播出 高水平开放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 广阔前景 李强在上海调研技能人才工作 李强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在庭举行 赵乐际主持 韩正会见日本经济同友会访华团 神州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第七届进博会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以军空袭黎巴嫩多个地区 黎巴嫩珍珠党武装称 打击边境地区以色列士兵集结点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会全体同志回信 对他们表示亲切问候 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 你们结合亲身经历 向市民讲历史 讲党的创新理论 讲新时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变化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习近平强调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希望你们继续讲好身边的生动故事 带动更多市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 共建和谐美丽城市 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2019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时 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之后多次对上海人民城市建设 做出重要指示 老杨树宣讲会 由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杨浦区的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师 老模范组成 主要面向基层群众 开展党的创新理论 人民城市理念等宣讲活动 近日该团队全体同志 给习总书记写信 汇报开展宣讲的情况 表达继续发挥党员作用 为上海人民城市建设 做贡献的决心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共建和谐美丽城市 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 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 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今年以来 我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 提升开放能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第七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 在上海举行 目前进博会六大展区 和创新孵化专区布展 已经全部完成 400多项代表性新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进博会由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 亲自提出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 六年来 在进博会上 总书记宣布了一系列 中国重大开放举措 向世界展示中国坚定开放的决心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 今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出明确要求 做出具体部署 在中部热土 总书记走进合资企业 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在西部大地 他叮嘱大家 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好 运营好 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东南沿海 总书记要求自贸区 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 对接国际高标准深耕器作 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 党的二十届三双全会 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做出系统部署 全会召开以来 一系列开放举措 加速落地 开放领域越来越广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你允许在北京 天津 海南腾9地 设立外商独资医院 在北京 上海 深圳等4地 正式启动增值电信业务 扩大对外开放试点 外资企业可独自经营互联网 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 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表明了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使推动形成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实际行动 将为全球的投资者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创造机遇 今年一系列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举措落地显效 前三季度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达32.33万亿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 中国制造受到更广泛的青睐 高端装备出口同比增长43.4% 外资来华投资逐步向好 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万家 同比增长11.4% 外汇储备规模连续10个月 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 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 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 累计超过22万亿美元 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 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 新时代的中国以高水平开放 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制度性开放 首次发布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 两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在全国形成了跨境服务贸易领域 T度开放体系 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 对自然人职业资格 专业服务 金融 文化等领域 分别做出一些开放安排 积极扩大市场准入 从今年12月1号开始 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 最不发达国家百分之百税务产品 适用关税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 中国是实施这一举措的 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今年我国免签朋友圈 不断添加新成员 与泰国 新加坡等国 缔结互免签证协定 并对匈牙利 瑞士 澳大利亚等国家 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世界正在看到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新称呈上 中国将坚定不移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不断开辟合作共赢新境界 为加快推进中国事件的化 注入强劲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11月3号在上海调研 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相关重要指示精神 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 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提供坚实支撑 李强首先来到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听取学院专业建设等汇报 李强指出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要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优化学科专业设置 促进人才工需高效匹配 要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 让学生既掌握一技之长 又增强综合素质 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国际一流 培养更多理论素养高 实践能力强的高精兼缺技能人才 要大力加强养老 托育 医疗护理等领域技能人才培训 提升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民生需求 在世界技能博物馆 李强详细了解我国申办 世界技能大赛等情况 与获得大赛金牌的选手交谈 李强说 要通过你们的生动故事和榜样效应 带动更多人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李强强调 各级政府要更加重视 关心技能人才 持续优化支持保障政策 要完善技能人才发展规划和服务体系 拓宽技能人才发展通道 健全多元化评价机制 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 要引导企业培养用好技能人才 真正让技高者多得 多劳者多得 要加强技能人才表彰奖励 营造尊重劳动 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 陈基宁 吴正龙参加调研 国务院总理李强 11月4号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 李强表示 今年7月 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 成功进行国事访问 同托卡耶夫总统 就两国关系与合作进一步发展 做出新规划 新部署 中方愿同哈方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深化政治互信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拓展贸易 产能投资 互联互通 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别克杰诺夫表示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引领下 哈中关系迈上历史新高 哈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 深化经贸 人文等领域合作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加强互联互通 会见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 有关合作文件 国务院总理李强 11月4号下午 在上海会见 来华出席第七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李强表示 今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和 米尔基约耶夫总统两度会晤 就发展新时代全天候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 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 不断将两国元首共识 转化为实际行动和合作成果 推动经贸合作 扩面体制 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 挖掘新兴产业合作潜力 更好促进共同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阿里波夫表示 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愿同中方拓展经贸 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 密切多边事务协调配合 陈基宁 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第八次领导人会议 将于11月6号至7号 在云南昆明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主持会议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泰国 越南等 湄公河五国领导人 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将应邀参加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2次会议 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徐辉做的 关于学前教育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草案三审稿明确 国家建立健全 学前教育保障机制 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 进一步加强相关安全监管工作 增加鼓励开发和推广 符合学前儿童需求的作品 产品和研究成果相关规定 规范涉及学前儿童的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保护学前儿童的名誉 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 完善幼儿园教职工管理相关规定等 会议听取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信春英做的 关于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王洪祥 做的 关于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周光泉 做的 关于能源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黄明 做的 关于反洗钱法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沈春耀做的 关于监督法修正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仲裁法和海商法 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科学技术部部长殷何俊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 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规定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 做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提请审议 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说明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许鸿才 做了关于该议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防止轻倒废物 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1996年议定书 污水污泥修正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做了说明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 环资委 农委 社会建设委分别做的 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 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1月4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 日本经济同友会访华团 韩正表示 上个月习近平主席 致电祝贺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 指出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 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中日经贸合作基础好 空间大 互补性强 双方要深挖合作潜力 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希望日本经济同友会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推动日本企业全面准确了解中国 把握中国发展机遇 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新浪钢石 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表示日本经济同友会 愿继续发挥桥梁作用 促进日本企业界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 今天一时二十四分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依次调资开始 第一次调资到位 长城报告回反分离 回反分离 北京明白 零时三十四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通过地面测控站 发出返回指令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轨道舱 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之后 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返回出时 发动机开机 返回制动开始 雄音报告 空中分队起飞 前往待命空域 报告完毕 推反分离 落点京度 东京 腰动动度 洞四分 四八秒 落点尾度 北尾 四腰度 三六分 五八秒 北京第二次 落点预报已发出 航天员感觉良好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返回舱成功着陆 返回舱着陆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 搜救分队 及时发现目标 并抵达着陆现场 这次搜救任务特别的顺利 这也是我们着陆场 第二次暗夜低温条件下执行返回舱的搜救回收任务 实现了舱落 机灵 人道的目标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 医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感谢伟大祖国 感谢全国人民 感谢工程权限 让我们飞天圆梦 平安回家 我们神州家族太空接地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人载轨驻流的时间记录 将会很快被刷新 这次太空圆梦之旅 我们称足一心 天地一体 两次出舱活动 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载轨科研试验 进展得也非常顺利 从太空家园返回地球家园 既有回家的兴奋和开心 又有对太空的留恋和不舍 此刻最大的感受就是 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 11月4号上午 神州18号乘组 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三名航天员抵径后 将进入隔离恢复期 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 和健康评估 并安排休养 三名航天员 整个他们 重力在适应过程顺利 经过我们的评估 和初步的体检 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反映了我们任务的 整个的这个强行训练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神州18号载人飞船 于2024年4月25号 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 三名航天员 载轨驻留192天 期间进行了两次出舱活动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 单次出舱活动时间记录 完成空间站 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 和多次货物出舱任务 同时还在地面科研人员 密切配合下 完成了涉及 微重力基础物理 航天医学 航天技术等领域的 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实验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于明天在上海开幕 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这里是本届进步会 首次设立的新材料专区 来自美国 日本 德国等国家 先进的生物材料和电子材料 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从小而美的消费新品 到高精尖的前沿科技 来自全球各地 监货 新品 叙事待发 截至11月4号 第七届进博会 进境展品通关基本完成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从明天开始 聚焦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 新能源汽车等热点话题 将举办多场高端活动和分论坛 本届进博会首次采购 上海本地发电企业 1000万千瓦时绿色电力 保障进博会从筹备 到闭幕期间的绿色用电需求 与此同时 通信 金融 餐饮等各项保障措施 也已全部就绪 第136届广交会今天闭幕 本届广交会线下参展企业 超3万家 有来自214个国家和地区的 25.3万名境外采购商 线下参会 创历史新高 本届广交会 新三样 数字技术 智能制造相关题材企业 约3600家 智能机器人 数控加工机床 新能源汽车等一批高端 智能 绿色低碳产品 纷纷亮相 集中展示了我国发展 新制生产力的最新成果 据统计 本届广交会出口亿项成交额 达249.5亿美元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日前 国务院2024年度 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考核巡查正式启动 此次考核巡查聚焦 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全链条整治 等11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考核中发现的典型重大问题 巡查组将首次提及督办 并要求属地倒查责任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商务部 上海市 北京市 天津市 重庆市 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精品消费院 11月3号启动 全国同步开展 期间将围绕精品购物 美食 旅游 展览 四大板块 推出精品首发季 和一系列消费促进活动 助力国潮热 消费热 为消费市场增添新动能 注入新活力 活动现场发布了 行业协会精品消费乐活动 倡议书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通过安排 以工代振中央专项投资项目 同步推动地方 在重点工程和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项目中 大力实施以工代振 前三季度 已累计吸纳245万低收入群众 务工就业 同比增长30.2% 已发放劳务报酬310亿元 同比增长22.7% 财政部等四部门今天发布通知 从今年秋季学期起 调整国家助学贷款 每人每年的申请额度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由不超过1.6万元 提高到不超过2万元 全日制研究生 由不超过2万元 提高到不超过2.5万元 同时将国家助学贷款利率 由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减60个基点 调整为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减70个基点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 入合排屋口监督管理办法 明确 国家将对工矿企业排屋口 工业以及其他各类园区 污水处理厂排屋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排屋口的设置 实行审批管理 建立入合排屋口管理台帐 并着力提升入合排屋口 数字化管理水平 办法明年1月1号起实行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 今年前三季度 各级民政部门 共依法处置非法社会组织659家 发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105个 下一步 民政部门将持续加大执法查处力度 今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 全国金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 在安徽合肥开幕 设置养老护理员 母婴护理员 家务服务员 整理收纳师四个比赛项目 以及家政培训人员 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 来自全国的192名选手将同台竞技 推动家政服务业规范化 专业化品牌化发展 受昨天新一轮强冷空气影响 内蒙古 宁夏 京津季等地出现大风降温 今天 河北天津等地降温超过10摄氏度 预计随着降温中心继续东移南压 华北 东北等地气温将继续下降 最低气温将出现在5号至6号早晨 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到 华北中北部至陕西中北部 甘肃南部一带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文化和旅游部 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 《山水间的家》第三季第九期 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总台综合频道播出 本期节目将走进北京大兴区 卫山庄镇李家厂村 和云南丽江市华平县龙头村 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 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 乙军在一次无人机行动中 打死黎巴嫩东南部西亚姆地区的 离真主党武装指挥官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 离东部历史名城巴勒贝克 及其周边当天再度遭乙军多次袭击 黎巴嫩南部城市西顿郊区 也遭到乙军空袭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 继续打击边境地区 以色列士兵集结点 并对以色列北部海法的 多个乙军基地发动袭击 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 乙军当晚袭击了 加沙地带北部的三座医院 其中对卡麦勒阿德万医院的炮击 造成一名儿童重伤 加沙地带医务人员称 乙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的轰炸 造成至少31人死亡 以色列外交部今天通知联合国 以方取消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1967年签署的协议 巴勒斯坦总统府谴责以色列此举 是对所有国际准则 公约 决议和国际人道法的蔑视 据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布的消息 乙军突击人员近期进入叙利亚南部 抓捕一名叙利亚男子 乙军称 该男子受伊朗指使 在边境地区搜集乙军情报 伊朗总统佩泽西七扬 当天谴责以色列在美西方支持下 制造危机 并试图让冲突升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法达维称 伊朗再次武力回应 以色列袭击是确定的 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 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 再控制一个定居点 继续在重要城市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推进 俄国防部还称 俄军在一昼夜内控制了乌军43个据点 摧毁无人机操控点 并打击乌军运送人员的装甲车 乌克兰武装部队称 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卧地区 形势最为紧张 乌军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 乌军还摧毁俄军多辆坦克 装甲车等目标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波兰总理图斯克2号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欧洲的未来都应由自己掌握 欧洲的地缘政治 外包给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欧洲国家应成长起来 并相信自己的实力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3号发表声明说 沙特 俄罗斯等8个欧佩克 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 将原定11月底到期的 日均220万桶的自愿减产措施 延长至今年12月底 八国去年11月宣布了自愿减产措施 此后在今年6月9月 两次宣布延长这一措施 3号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地 遭遇强风暴和龙卷风 大量房屋受损 至少有10亿人受伤 3号夜间超99000用户断电 俄克拉荷马州六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气象部门警告称 该州4号可能仍有暴雨等恶劣天气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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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